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楼底下吃不了 怎么楼底下吃不了 我运高 伙计听着是人话嘛 运高得上楼 一拉一拽 登登登 他上去了 站在楼上 短三峰回头桥里 也没往心里去 这会伙计不敢再说别的了 你愣说 你下去 一会这打架 那跑了 没辙了 在桥和尚呢 就找着靠窗户边这 这坐下了 我就坐这 你怎么着吗 伙计说 那就给他吃吧 好歹吃点什么 待会让他赶紧走下 就是了 行行行 你吃点什么呀 上登酒席 两桌 两桌呢 我这吃一桌 看一桌 你说这和尚太有钱了 下去准备吧 拨的伙的功夫 给和尚这也准备齐了 整个这楼上就仨人吃饭 这坐着和尚 这边是这哥俩 俩人聊先天吧 其实这个刘文聪啊 心里跟下了火似的 怎么呢 楼下好几百官兵 跟那等着呢 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们商量好了 摔杯为号 什么时候一翻脸 我啪 一摔酒杯 楼下就上人 但坐着不能 马上就摔杯 先聊着天 聊差不多了 再摔杯 心里盘算这点事 这呢 坐着和尚 伸手抓菜吃 有筷子可不用 这抓 一边抓 往身上抹 往脸上抹 子少还说 这厨子不行 做的不好吃 这我一会儿我就骂街 我还摔酒杯 刘文通这心里一机灵 哎呀可别讲啊 先生我这聊着半斤 你说要呼啦嘟上来 怎么弄啊 啊 这不要亲命了吗 和尚也不理他 哎 我管你那个去了 我吃啊 把脸上抹 哎呀 要多脏 有多脏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刘文通这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说什么呀 心说怎么能把这茬勾出来 和尚自言自语 这跟他聊啊 聊问他呀 问他烦心事 一聊就行 你不聊我摔背啊 刘文通心事 我赶紧聊吧 一会儿在他这儿就破烂了 这一杯酒喝完了 把杯放下 啊 对啊 哎呦 怎么着 最近怎么样啊 买不挺好 还行吧 最近干没干点大事啊 什么大事 你要说跟别人装傻 那还把了 咱们哥们 知己弟兄 你可不该瞒着我呀 你这什么意思 我什么事瞒着你了 和尚说话 快说 别乐 刘文通气的 你这儿谈正经事 老一大茬的 就受了吗 啊 段兄 西门外 屋头女尸 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句话 说了段山峰心腹里边了 是他干的吗 是 他在当地 卖肉的行业来说 算是投钩 最大的 好些个卖肉的 都从他这儿上货 炖肉 啊 别人家卖了这么些个 买个办事 买个多少 从他这儿上货 他无意中 从刘雪儿家门口过 一瞧 刘雪儿这媳妇 真漂亮 又狗狗又嘟嘟 这叫什么词 这叫 一瞧一瞎 谁的妇人啊 这么漂漂 那没说出来啊 回来就找人问了 说这是谁啊 有人说您不知道 刘雪儿的媳妇 刘雪儿是谁 嗨 剑天跟那儿拿肉 也是卖肉杀猪的 哦 这才明白 回来之后 问自己账房先生 这个有一个 刘雪儿 你们知道吗 说知道 剑天从咱们这儿拿肉 以后他再拿肉 别找要钱啊 怎么呢 你甭管了 就是我说的 有钱就给 没钱回来说 他那意思 能套得近乎 一来二去就熟了 熟了哪天没事 上家穿个门去吧 慢慢就勾搭上 哪只流血儿 失心眼儿 以后别给钱了 谢谢吧 你看 也不给钱了 也不张老师 上家坐一坐去 哎呀 他这事闹着 段山峰的心里边 也别扭 可没机会 那天 他到别处 喝点酒回来 晚上 路过他们家门口 一瞧啊 这小媳妇 出来倒水来 屋里长着灯 天都黑了 出来倒水 让他瞧起来 心说 朝思暮想 倒不了手 今天我聊会儿吧 推门就进 刘雪儿在家 我就问问 什么时候还账 要不在家 我跟那媳妇好好聊聊 趁酒性就来了 这一进门 把媳妇吓一跳 你谁啊 你不认识我 你们家见摊 吃着我喝着我 呀哦 您是谁啊 他也没搭茬 过来伸手 就搂了人家 这媳妇 嗷嗷嗷嗷嗷嗓子 吊门特别的高 以前唱美声的 吊门到 得到嗨嗨 你就知道 这个 嗨嗨 这一喊 不要紧 他本身也是屠夫出身 随身带着刀呢 这掏出来 蹭蹭一下子 打脖子上 拉这么大一口子 哇 血就出来了 这媳妇一堵气 死了吧 就这么倔强 是倔强的事 他一琢磨 一不做二不休 把脑子切下来了 旁边那有包皮 把人头包好拎出来 一甩手 扔到旁边的院里边了 他走了 旁边院里边呢 老头老太太 光当一声 什么响啊 老头犯财迷 我起来看看吧 咬 财神爷送东西来了 你家人不得外财 不负马 吃也料不费 谢财神爷吧 打开一看 呦 财神爷 你哪个孙子的 怎么回事 这财神奶奶这是 老头吓坏了 连夜出来 扔到尾子坑去了 是他傻子 他以为这个事 就没人知道 就拉倒了 万没想到 今天刘文通 问出这么句话来 当时无名火旗 盖主打小练武 力大无穷 脾气暴躁 杀书的屠夫 手里蹲着酒杯 一听这话 他甩了 和尚站起来 我可没甩啊 酒杯落地 楼下这些官兵 来吧 动手吧 呼噜呼噜 往上床 三百来人 往上床 你就知道多混蛋 那楼梯就走俩人 三百来人 都卡楼梯那儿了 而且都卡到二楼那儿了 楼上一桥 没什么 打吧 两个人 插招换势 打起来了 这一打 报警 和尚直无脑袋 吓死我了 动了手了 一搓身 蹲着桌子底去了 往上一顶 顶着桌子 断山峰来了 断山峰摆好了 架势往前来 还没动过呢 桌子过来 咚 整窗肚子上 这一捂肚子 刘文通过来 反刘文通打的时候 这桌子就走 断山峰往前来 桌子就过去了 把断山峰气的 心说不成 而听他下面 人声疯乱 就知道 这事啊 已经漏了线了 我再待下去 可不成 三十六招走 我一上侧 这站起身来 点不定要 蹭 上了窗台了 多了能力 打三楼 一个摇子翻身 啪 就下去了 他刚到地上 还没站稳呢 和尚也打上下来了 哎呀 我晕高啊 啪 掌杂在 断山峰的身上 广杂就扔那了 啊 科学家们算过 物体这垂直降落 这比本身分领 沉好些了 这砸那了 老段当时就摔迷糊了 呼噜呼噜呼噜 官兵过来 马尖头 笼二倍啊 寒压覆水 司马到村匹 拿绳子先捆好了 铁链子 手肘脚料子 吸着咔嚓 全给上上了 啊 呼噜呼噜 这才都下来 刘文通也下来 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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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县县体也都来了 这是多大的事 啊 哦 老板姓都满了 带着了 带着带着了 就是他干 就是他干的 啊 县体也点紧头 好啊 好啊 断山峰 能耐太大了 嗯 现在也还摔一倍 你就知道气成什么样 我这点产业都得回你们身上 六天摔十二个了 哎 抱紧他 没事啊 早是把钱了去 你摔晚了 你要早摔 官兵早来了 他这已摔完了 查呗 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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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许再摔了 多疼人呢 这玩意 你说这事闹的 服务员 咱要跟人客气点 赔一万块钱得了 我换一趟新的 这弄好了 现在他也拿手点指 你是个恶霸 凶丸呢 阴间不允 杀死人命 我还告诉你 现如今你这事 府里都知道了 知道吗 府里说了 不能在这问你 得把你递节进绳 不弄绳 你不问你去 断山峰乐 好啊 来吧 上京城我也不怕你们 啊 大爷我干的 怎么着吧 我还告诉你说 优打萧山县 往府里走 我到不了府里边 知道吗 我朋友多 一路直上路里的豪杰 非得把我劫走了不可 知道吗 连跟着去的冰丁 谁也活不了 把老爷气一点 啊 蔑氏王法多横啊 那意思 打这走 往那送 半道上 我就能跑了 我认识土匪多 啊 非不问弄走不可 老爷气得直啰嗦 念书人 他哪见过这个去 旁边过了一和尚 不要紧的 弄点黄泥 把脑袋呼上 就没人认识了 老爷一听 好主意 活泥 活泥 啊 有几个差人跟着 差人最恨的 怎么呢 因为他挨了好几天打 弄点土 几个差人 咱们别用水了 小时候咱们都玩过 咱们童真一把吧 撒尿活泥 活好了之后 拿着给段神风 抹这一脑袋呀 还弄得不圆 弄好了 捅出俩窟窿来 把鼻子弄出来 这还有人认识你吗 段神风新说 那算完了 谁瞧得出来 我是谁呀 松花蛋成了惊了 这是 老爷挺高兴 其实这和尚出的主意 很高雅 很高雅 回过头来 想谢谢和尚 和尚没了 哪儿的呀 也闹不清楚 回押之后 这个事算落了岸了 之前抓的王权啊 礼服啊 销柴完岸 这事跟你没关系 一干人饭 应该怎么办呀 老爷子会处理 把王权礼服 就放了 回过头来 再说记忆宫 他是去绍兴府 泊水湖 降妖捉怪 途径萧山县 遇见这么一件事情 还得赶紧往绍兴赶 来再了绍兴 跟自己的徒弟 孙道全 这见了面的 一块还有当地的老胡 再加上周家的管家 周福 四个人碰了面 告诉周福 你回去吧 没事了 跟你们老爷说 我们平安到达 吩咐老胡 你是代表府里 请我们的 现如今 咱们得去见知府大人 顺着十字大街 往里边走 就听前面 锣鼓宣天使鞭炮齐鸣 老百姓都说 太好了 这回算行了 这回 季工长老来了 这妖精算是 捉住了 孙道全就愣了 师父 您要来的消息 他们都知道了 何说摇头 这迎接不是我 不是接您吗 季工长老 你往那儿瞧 全本第一个 战斗舞库 收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